一股油低压气流形成的风暴前天登陆了美国东部 这股风暴威力不容小觑 因为从南方的佐治亚州到最北部的缅因州 当地有多个地区都遭到狂风 骤雨 降雪 还有洪水等等的灾害 当地媒体就报道了 恶劣的天气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 这股大风吹甚至还让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机关 在昨天非常罕见的得要关门放假一天 美国国旗在狂风中咬夜 断枝和枯叶随地可见 还有大树被连根拔起倒在路旁 平常是游客聚集的热门景点华盛顿纪念碑 如今却显得格外冷清 在大风吹息下除了丝丝风声 车辆明显减少 只有零星的游客在拍照留念 这是一个很风暴的日子 我并没有想到这个 这就是70分钟的风 相比起华盛顿 麻萨诸塞州的情况更加糟糕 暴风在沿海地区掀起滔天巨浪 加上满月涨潮的关系 导致多个地方淹水 至于纽约市 也是迎来了风雪交加的天气 大规模降雪 让当地不管是道路 汽车或是大树 全都被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麻萨诸塞州州长表示 这次风暴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洪水灾害 他们已经派出2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来应对风暴来袭 并呼吁民众保持警觉 由于受到天气恶劣影响 美国至今已经有超过3000趟航班 被取消或延误 其中绝大多数是位于东北部地区的机场 告示牌上一眼望去 上面不少都展示着取消的字眼 不少乘客被滞留在机场 大家都是一脸无奈 有的索性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 不过还是有部分乘客归心四肩 决定改搭少数按照航班时刻飞行的航班 那当然那就得要多付出一些代价了 我弟弟想要回来 所以他去到另一个航班 其实要外出 但他价值了500元